防空导弹被淘汰 高射炮才是防空体系的未来 在导弹还没流行之前 防空武器无非就是高射炮和高射机枪 这俩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高射炮比高射机枪口径大点 打得高点 高射机枪的火力密集点 但是论大哥肯定是高射炮 毕竟威力大 只是等到出现防空导弹之后 高射炮的地位就直线下降 导弹射得又远又准 平常根本没高射炮啥事 但又不能直接撂挑子不干 毕竟有的时候还需要高射炮开两炮 等说在现在的防空体系中 高射炮从大哥变成了一个替补 不过火力军要说的是 高射炮很快就要重新夺回大哥的宝座 替代现在的中进程的防空导弹 对以往那种苦逼日子说再见 问题来了 为什么导弹会被淘汰 火力军不否认 现在的防空武器的主力确实是防空导弹 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现在防空导弹的体系已经很完善了 进程中程远程导弹都有 组建了三层防空网络 并且还出现了专业的反辐射导弹 专门刺杀预警机和雷达 令人防不胜防 而高射炮彻底沦为一个辅助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军舰 二战的时候 军舰上每个几十门防空爆都不好意思出门 现在呢就剩一个船头的舰炮 平常也不怎么用 打飞机防导弹的任务都交给了舰载防空导弹 但是注意 这并不意味着高射炮已经没用 导弹也不会完全取代高射炮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发展高射炮 就连很不重视野战防空的美军 在现役的装备里也有高射炮的存在 相反 高射炮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未来一定会替代中进程的防空导弹 因此通常情况下 防空导弹和高炮会同时使用 相互弥补其部族来组建火力网 甚至也可以不讲武德 将高炮平射扫步兵 防空导弹确实强 优点各位也很清楚 与高射炮相比 导弹更为全面 近中远三层防空网络 而高射炮因为射程的限制 大多都是中段末段拦截 导弹的威力也比高射炮更大 自带战斗部 一枚导弹就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高射炮而言 或许需要四五枚炮弹 而且还不能保证精准命中 这也是导弹最大的优势 精准度高 导弹毕竟是自己制导 防空概率更高 精度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下降 但是它也有无法改善的缺点 最典型的就是 抗电磁干扰能力弱 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度高 但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 导弹基本上就下了 偏偏新时期野战防空的典型作战目标 就是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 超低空突防的固定翼飞机 物质以及巡航导弹 在这种情况下 防空导弹的作用就有了一定的缩减 而且导弹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同时由于最小射程射高的限制 存在作战盲区 而且低空突防的目标 还会因为地形限制 开火窗口有限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防空导弹相对更贵 俗话说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钱 现代装备的性能确实越来越强 成本也是一路上涨 这点其实没啥 毕竟能飞起来的家伙一般也都不便宜 随便打下来一下 就是稳赚不赔 问题是贵就算了 载弹量也不多 在中等强度以上的军事冲突中 很容易就消耗完 而防空导弹的这些缺点 刚好都是高射炮的优点 毕竟高射炮也是火炮 动力纯靠出唐那一瞬间的出速度 起步就已经是最高速度了 它的快速部署反应时间 也远够于防空导弹 自行高炮从行进中突然停车 然后迅速开火 只需要七八秒 这点是防空导弹做不到的 抗强电磁干扰这个能力 就更不用提了 大部分的炮弹都是依靠惯性实施打击 而且高射炮除了雷达 还有光电侦察能力 受到的电子干扰 要比导弹小得多 而且一般的高射炮 都具备自动轿射的能力 可以在短时间内轿射命中 最主要的是便宜 加上射速高的优点 可以组建一道火力拦截网 各位可以试想一下 十几门大口径高炮 在火控系统的引导下转到同一方向 同时开火 还都是自动化 人的作用只是装弹 这个弹幕的密集度是很恐怖的 而且高射炮在战时也可以偷袭 以一小搏打 现代的高射炮 基本上都具备查打一体的能力 其中侦察又包括光电侦察能力 如果把高射炮埋伏在地形比较复杂的树林 山口的位置从瞄准到击中 基本上全程都不会引起敌方雷达告警 而且高射炮的炮弹口径小 弹量大 出汤之后 敌人的预警机也无法依靠雷达跟踪炮弹 更别提帮助被瞄准的目标逃脱 最主要的是 高射炮部署方便 不需要跟防空导弹一样 提前构建阵地 弹药的补给也比导弹方便 在仅使用光电瞄准不开雷达的情况下 预警机跟反复射讨弹也拿它没什么办法 火力远远称之为偷袭界的王者 那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好用还便宜的高射炮会沦为辅助 其实高射炮最尴尬的点不是不能打 而是敌人太狡猾了 自己的好兄弟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也不行了 之前那些五支对装甲部队的有效杀伤距离 与高射炮对直升机的有效杀伤距离相当 履带底盘的高射炮 可以配合好兄弟在战场吃成 但是现在不行了 高射炮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对五支和多用途战斗机的杀伤能力 五支的射程已经远超高射炮 能对付了就只剩来袭的弹药和中小型无人机等目标特征单位 这也就意味着防空火炮有极高的火力密度 就比如美军的陆基密集阵 多管小口径炮 放弃对较远目标的杀伤能力 主要是应对来袭的弹药和中小型无人机等目标特征单位 大口径的高射炮出现劣势 小口径高射炮逐渐焕发出第二春 这就是目前高射炮的现状 在各国的防空系统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 就比如俄罗斯的地面防空中 导弹就是绝对的主战兵器 高射炮的意义在于弥补防空导弹的杀伤境界 地位就跟火力军开始说的那样 属于替补 在多数部队中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射炮 防空炮的性能也很一般 从ZSU-234到通古斯卡到铠甲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一步发展 铠甲上面那门2A38M 还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底子 对于作战的意义不大 北约各国的野战防空力量差距很大 美国 英国 法国都编制有防空团 以英国为例 英国陆军便有数个防空炮兵团 但英国陆军的团不是作战单位 会将下属的三个防空炮兵连 分配给需要的陆军部队作战 主要装备为神射手自行防空炮 常见防空导弹和LMM 星光进程防空导弹 美军不装备野战防空炮 防空炮兵团装备陆基密集阵和复仇者系统 总的来说 在现役部队里 确实有高射炮的存在 但是大多都是替补 而且现在的高射炮 更偏向于小口径的高射炮 重量轻 射速快 而且用途还多 可编程弹药的出现 也一定程度缓解了高射炮的精度问题 而且现在小口径高射炮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要比大口径的高射炮好得多 近诈引信没有小型化与大规模装备之前 小口径高射炮使用的炮弹 一般为碰炸引信 说白了就是需要弹头直接击中目标 靠撞击才能触发爆炸 要想打中天上乱窜的飞机 就需要看缘分 但是现在的小口径高射炮 那叫一个先进 配备雷达或者光电火控系统 加上近诈引信 压根就不需要精确瞄准 只需要在空中画一个范围就搞定了 就算是打不到也没关系 毕竟防空防空 十防九空 防空有时候目的并不是为了完全击落敌机 另一部分是通过密集火力干扰敌机头弹 掩护几方火力输出 敌方飞行员面对一大片弹幕 压力也很大 稍有不慎就可能击毁人亡 虽然不一定能打得下飞机 但只要让飞机把那稀少的载弹浪费掉 也算是完成了防空的目的 最离谱的是 小口径的高射炮也能选择不将武德平射 还可以在巷战或者山地战中对高处扫射 在阿富汗战争中 苏联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高射炮的现状虽然一般 只是一个辅助 但是在未来 它一定会重新登上大哥的宝座 比如为了让高射炮起到更大的作用 出现了弹炮合一的说法 简单点说就是给防空火炮挂上导弹 毕竟观瞄手段是现成的 挂弹后成本提升并不明显 主要难度只在工程实现上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 弹炮合一可以满足战争特定的需求 在现代战争中 由于面对的情况多样 弹炮合一还是有较大的优势的 一般来说弹炮结合在陆军中有两种作用 野战伴随防空 作为中远程防空系统的补充 比如俄罗斯的RS-6通古斯卡 算是弹炮合一的代表性武器 导弹与高射炮结合 一个30毫米的机炮 2A38保证火力密度 8枚9M311防空导弹 用于攻击高射炮交战距离之外的目标 美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 比如M6防空车 不过它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弹炮合一 这玩意实际上是将M2步兵战车 原本安装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换成了独次防空导弹 但保留了原有的25毫米速射炮 M6的设计思路和苏联的思路 部分相似 但又有较大不同 M6存在导弹和高炮的分工 同时高炮和导弹的交战距离 也有较大重合 两者也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为了打击小型无人机 美军还对M6防空车进行了改进 比如英国BAE公司为满足美军要求 推出的M2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只是弹炮合一这种理念虽然有 但各国对此的热情并不大 毕竟合一只是为了方便一些 并不能改变高射炮现有的地位 高射炮想要坐上大哥的宝座 还是需要有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可制导炮弹 激光高射炮和电磁高射炮 制导炮弹这东西迄今为止 已经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研究了 但是大多都是用在直接打击上 在防空上使用的基本都是可编程炮弹 只是炮射可编程弹药 基本上都是中下口径的速射炮使用的 提前在目标到来前发射 按照设定好的程度爆炸 而且这种力大出奇迹的方式 在精度上还是不如制导炮弹 炮兵弹药的制导方式有很多 炮弹的型号也不少 大体上有激光制导 GPS制导 毫米波制导 红外制导等 这与导弹的制导方式选择是大同小异 只是实现手段和应用环境不太一样 美俄欧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早 也产生了较多著名的精确制导炮弹 以及套件 比如美国的铜班舌激光制导炮弹 神剑GPS制导炮弹 法国NEXT公司研制的 Spice Dolar雷达弹道修正引信 俄罗斯的红土地激光半主动制导炮弹等 把它放在高射炮上也未尝不可 作用也很大 一个是伴随装甲集群 执行野战防空任务 填补防空导弹的有效杀伤区临界 另一个是执行药地防空任务 拦截漏网的精确制导弹药 同时二者打击低空清晓曼目标都很合适 当然了 火力军最想要的还是电磁高射炮与激光高射炮 电磁高射炮属超高速弹射武器 是未来超音速空袭兵器的克星 它以电磁装置代替传统高炮的发射装置 以超大功率电磁感应原理 在炮堂内产生三兆胶儿以上的发射动能 是一种以弹丸撞击力毁伤目标的拦截武器 具有较强的防空能力 打击目标能力可以提高五倍以上 美国在1995年电磁高射炮的实验中 连发8.5克重的弹丸 速度已达5.6公里每秒 俄罗斯在1999年用药炮进行打击目标实验 在4000米空中 穿透了两枚飞毛腿把弹 英国也曾经表示 按其计划电磁高射炮将在2005年装备部队 只是这牛皮吹得有点大 现在没有异形电磁火炮作为制式装备投入现役 毕竟10兆瓦数量级的能好 只有核动力舰船或大型水面舰艇才适合装备 最有前景的还是要数激光高射炮 以激光发射镜为炮管 直接将数能以接近光束投射到目标上 使激光射中处瞬间被高热能毁伤 激光高射炮具有发射无需弹药 无声 无后作力等特点 只要光能充足就可以快速高效打击不同方向的饱和攻击 美国在激光高射炮的研制中 曾多次击落靶机靶弹 就比如美国陆军曾在演习中使用鹦鹉螺激光高射炮 仅用五秒钟就击落三架无人把机 俄军的激光防空系统由两辆车组成 一辆载电源 一辆载发射机 在雷达捕捉目标后发射高能激光毁伤或激燃目标内的仪器 法德两国也正在实施氧化点化学助能激光高射炮的研制计划 让激光射数能更强更远 目前 防空系统已经进入了弹炮结合的时代 也就是防空导弹负责高空目标 高射炮负责低空目标 两者协同工作 确保万无一失 高射炮的对空防御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自身 更多取决于所针对的目标 总的来说 在防空导弹越来越普及的当下 高射炮不仅不会退出战争舞台 反而会与雷达 数据链 指挥系统的联网 缩战效能会越来越高 并且会替代中进程的防空导弹 在高射炮刚出现时 对空防御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毕竟当时并没有研制出专门用于打击空中目标的火炮 而等到二战时期 高射炮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并且由于当时飞机的发展还很落后 因此 高射炮的对空防御效果在此时达到了巅峰 但是二战之后 高射炮的对空防御效果就大打折扣 甚至濒临淘汰 现如今也只能当作辅助手段来使用 但是二战后的历次局部战争已经以经验证明 在对付低空和超低空目标方面 高炮要比导弹的效果好 如果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行军和转移时 需要对空火力做掩护 那高射炮还是最佳选择 同时 现代的战争环境也更适合高射炮 以无人机群为代表的新一代无人机战术 可以说对防空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就要求防空系统拥有多样化防空手段 就比如弹炮合一 导弹和高射炮结合 同时激光武器与防空系统结合 也是打击无人机风群的利器 未来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将会呈现配置武器多样化 实体弹武器与激光武器相结合 但是不管怎么发展 大哥的宝座一定是高射炮的 能够发射可制导炮弹的高射炮和激光高射炮的性能 可比导弹好多了 导弹仍然会存在 但是只是保留高空防空和防御低轨道卫星的导弹 中进程防空会是制导炮弹和激光防空的天下 不过要想实现大功率激光武器实用化 首先就要解决供电问题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激光防空炮什么时候能进入现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怎么的 哦 哦 咱≠啊 啊 鲒 咱 咱≠啊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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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